这个很美味我面子尿尿是精灵 就在刚才我玩手机的时候 在网上发现一个非常简单又诱人的美食 它就是煎牛奶 说实话我还真没有听过煎牛奶 光听这个名字啊 就感觉好像是挺厉害的煎一个牛奶 我仔细看了一下食材 发现好像我家里面都有这些材料 看了一下教程视频好像还挺简单的 今天就不如一起来试一下吧 冲啊 咚咚 我们一共准备的材料有50克的玉米淀粉 25克的炼乳 两颗鸡蛋黄 250毫升的牛奶 如果家里面有这个黄油的话 也可以加一点 好像听说的 喜欢吃糖的话还可以再加一点点糖 全部倒进去搅拌就行了 开动 黄油 白糖 两勺 一勺 两勺 失败了一颗鸡蛋 今天晚上又有荷包蛋吃了 鸡蛋一定要提前先洗干净它的这个外壳 然后就可以开火搅拌了 一颗 然后就可以开火搅拌了 哎呀 搅到中小火 然后一直不停地搅拌 一直疯狂地搅拌 直至搅到 搅到它全部都变成非常粘稠粘稠的样子 很快其实就有点粘故粘故的感觉了 可能也就个几分钟吧 OK了 OK了 我要马上马上关火了 诶 感觉有点像是那个什么 三不粘 它这个 到最后的话它是 一瞬间 马上那些水分就全部都干了 就应该这个状态应该是可以的啦 而且好像也不会粘哦 现在就可以把它倒进这个 这个最好是方碗里面 哇 我觉得我这个做得很棒哦 一点都不粘 完全都不粘 但是勺子上面怎么粘这么多啊 就是像是一个很完美的冰淇淋 把它抹平抹平 现在就可以把它封上 然后放去冰箱冷藏三个小时 OK冲了 对啦刚才刚煮好之后 它挺热的 好像不太能放进冰箱 我们先让它自己先凉一凉 放到一边自己凉坏一下 然后再放进冰箱里面去 终于冻好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拿 拿出来切成条条 我的刀呢 现在已经特别的像是一个果冻的样子 我其实冻了没多久之后 我就把它翻了一个面 所以我的两面都是 我还想说我两面都是很漂亮的 没想到这底下这面还是不是那么的整洁 我们从上面开始切吧 哇 还是挺扎实的 看 完美 先蘸我们的淀粉 因为它本身一个冰箱取出来 会有一点点水 哇 蘸上淀粉之后好漂亮 开成小火 倒上一点点油 哇 现在摸起来 这个手感特别的舒服啊 再蘸上鸡蛋液 蛤 怎么鸡蛋液 蘸得这么困难啊 OK 直接放上去 翻个面 我的这个面粉这么厉害 鸡蛋液都沾不上了 OK 爽了 不过煎还是煎得非常成功的 估计是这个搅拌的不够匀嘛 转 哇 煎得还是很棒的 居然被我这样子煎都没有煎 伤蛋 鸡蛋液的感觉不是很够啊 感觉可以拿这个串串把它串起来 煎一下这个底 发现这个底部原来还可以这样煎一煎 就更完美了 而且这个锅完全不沾 好了 我们终于可以来尝一口了 哇 煎得好湿啊 里面 软软的 特别的细腻 又湿滑 表面烤的焦焦的 哇 煎得好湿啊 里面 软软的 里面 软软的 里面烤的焦焦的 里面烤的焦焦的 我再煎一下 还是非常烫的 有点像是布丁布丁的感觉 但是又有蛋糕的香味 也有点奶酪的感觉 挺好吃的 但是这个也是有点会腻的 这看起来有点像是煎豆腐啊 好像还可以蘸上一些糖 哇 我觉得蘸上糖之后才是 它有点灵魂 味道还是不错的 有机会搞不过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其实也不怎么拿 基本上失败率的话 特别特别的低 然后你煎的时候 不要不要煎太久煎烧就行了 这么笨手笨脚的 本来以为 以为到这步要失败了 没想到 还是煎的还可以 哇哦 好啦 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说实话这三根吃下去的话 是有点逆的 等一下啦 我给我老爸老妈 他们尝一下吧 这个煎了去会不会热啊 这里还多了一块 蘸糖真的很棒 啊 炼乳 炼乳 这个加炼乳的话 那就肯定是更加的绝了 瞬间它的 你就会感觉到热量有点爆炸了 来来 蘸多点白糖 倒上一点点的炼乳 OK啦 哒 啊 哇炼乳 再加白糖真的是 不肥才怪啊 哦 炼乳跟她搭配好吃是好吃 但是ς超甜的 喜欢吃糖的话 特别适合 想减肥的话 不减 要谨慎点 不不 小串啊 这位小可爱 如果方便的话 能否给无名喳喳小作者 点上一个小赞 点上两条评论 吃一下下 祝你生日快乐 能够转发分析一下 就更棒棒了 少许的炼奶 炼肉 你干嘛 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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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共准备的材料 有五十克